他這個有毛病 他就是背叛台灣的人 他現在這個時候 要跑去中國幹嘛 對啊 他是花蓮的立委啊 花蓮的選他出來 這個時間跑去中國去逃生 沒什麼意思的 其實傅崑奇這個行為 我連國民黨都不支持 就是連蔣萬安都覺得 應該要以正在為優先 在國民黨內 我相信他們心裡的OS都說 傅崑奇真的是像病毒一樣 就是怎麼會在這麼關鍵的時候 還是要選擇要附中呢 毫無正當性可言 那我覺得傅崑奇也忘記了 自己是花蓮選出來的名義代表 在花蓮需要他的時候 他卻一心向中國 不只毫無正當性 也心中沒有選民 傅崑奇為什麼必須去中國 跟拜習會 跟中美房長會談都有關係 中國扛不住了 中國扛不住這種經濟上 還有軍事上的圍堵 他必須要釋放出一點 善意 善意 可是這個善意 他不希望釋放在 賴清德上任的時候 他一定要找一個藉口 台灣 在傅崑奇的帶領之下 最大黨派過來了 不管是精英 兩黨總召 總召 兩黨 對他代表兩個黨 不管是精英還是精華 對 至少他去了 然後 隨後 中國一定會開放一系列的 不管是農漁業 還有觀光 但是放心 應該不會優先去花蓮 是 因為中國人 什麼都要 就是要命 對 所以絕對很怕 怎麼看傅崑奇的黨中行程 好像他最後還是堅持了解 但他在時間上 有做一些小說短 好像過短了一天 那會不會覺得說 他這樣做是有效 減少被罵欺 誰小偷跟外界人 其實傅崑奇這個行為 連國民黨都不支持 就是連蔣萬安都覺得 應該要以正在為優先 然後連羅志強都認為說 傅崑奇不是不會調整的人 也就是說 其實在國民黨內 我相信他們心裡的OS都說 傅崑奇真的是像病毒一樣 就是怎麼會在這麼關鍵的時候 還是要選擇要附中呢 毫無正當性可言 那我覺得傅崑奇也忘記了 自己是花蓮選出來的民意代表 在花蓮需要他的時候 他卻一心向中國 不只毫無正當性 也心中沒有選民 那我覺得最重要的還是 但是連國民黨都不認同他了 我覺得現在可能 呃支持傅崑奇的人 可能比支持徐曉欺的還少吧 好 呃昨天這個恐嚇性 其實跟阿苗收到的時間是差不多的 我前前後後總共收了四封 那因為確實這十天 跟曉欺有一些交鋒 那看來他的支持者是有點看不下去 想要幫他出氣 但是我認為要幫你的 你心愛的徐曉欺出氣 並不是來對我做一些人生的恐嚇跟威脅 甚至是死亡威脅還危機到我的家人 而是應該要回歸到靈性面的來討論 不管怎麼樣 我認為意識形態不同 立場不同都應該要在一個公共討論的範圍內 而不是甚至是他在信裡面還附上一張炸彈的照片 要來射擊我的 呃對我做死亡威脅 甚至說要危機我的家人 所以其實我第一封在4月19號收到的時候 我就已經報警了 那前前後後總共收到了四封 那當然我覺得這個跟曉欺的仇恨言論也有關係啦 因為曉欺在遇到這些爭議事件的時候 他的態度都是說 他會一比比來算賬 然後有仇必報 甚至說 甚至說我們這些提出問題的人會有報應 那我認為這樣其實都是在鼓吹仇恨言論也是非常不妥的 OK嗎 謝謝 有一個人也對付我的想像 傅崑崎 傅崑崎也顛覆我的想像 中國是這樣 昨天花蓮又大地震 花蓮一個6.2 一個6.0 這種地震坦白講 任何一個民意代表 任何一個現實所要一定要留守花蓮對不對 所以今天開始了 一大早就有人去問他囉 傅崑崎 你要不要去中國 對不對 因為傅崑崎排好要去中國 講萬安說什麼呢 相信大家會以震災為最優先 羅志強說什麼呢 傅崑崎不是不會調整的人 大家都在勸傅崑崎不要去中國 結果沒想到呢 我們錄以前十幾二十分鐘 傅崑崎給我發聲明 他的聲明是說什麼東西呢 傅崑崎今日透過媒體群組發新聞稿表示 帥立委訪大陸就是為了恢復兩岸交流的觀光而努力 為農漁產品打通外銷大陸而努力 這個是我責無旁貸的購物行程 欸 傅老師 搞成這樣傅崑崎還要去中國 我就搞不懂 他現在去北京 要怎麼去招攬這些觀光客來花蓮旅遊 每個人要戴兩頂安全帽嗎 是 而且現在飯店都倒了 你看那個慘狀 不可能有人來 對 所以我覺得他為什麼要去 這個時候還堅持要去 地震體驗的一個宣導 還好讓你騰坐 在陸地上坐這個什麼 海盜船的感覺 是這樣嗎 讓你感受一下太魯閣 可能要被閃躲落石的感覺嗎 我懂了 現在很多觀光景點是都是封鎖的 對啊 沙卡當步道也是封鎖的 對啊 你招喚觀光客有什麼意義 還是說你要去北京求救兵 來幫我們把這個中橫公路給開通 是 這樣子嗎 所以我覺得他唯一的目的就是什麼 因為習近平在10月 4月10號見到這個馬英九 有提到就是說 樂見大陸民眾 多到祖國寶島看一看 下聖子了 聖子來了嘛 那你傅克林覺得 就劈哩啪啪就跑去了嘛 對 附京趕考嘛 對 附京去請命嘛 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時候救災第一 就他今天Sandy怎麼講 他說縣長監守地方 立委監守中央 推給老婆 對啊 推給老婆 對不對 他還說 他說 你看我們這個鐵路公路 昨天晚上就中斷了 花蓮又變成是孤島了 他說花蓮人需要安全回家的路 你知道這件事情 你應該趕快跟中央爭取 跟交通不開會 對啊 你應該趕快去那個蘇花改 去指揮交通 快一點 你怎麼跑去北京去 帶風風光光 坐著飛機到北京 那你把花蓮這些獻民 試驗入水火之中 你根本不屑一顧耶 是 我覺得為什麼 他就是有事無恐嘛 哎唷 花蓮獻民都還是投他嘛 現在現場是他老婆 徐真偉嘛 兩個後 又是副縣長回來了嘛 又是副貴局當縣長嘛 徐真偉就當立委嘛 兩個都互相換嘛 富士王國對不對 所以永遠執政 所以他不在乎 我就是這個時候去北京怎麼樣 你花蓮獻民該怎麼樣 咬我啊 韓國會到來都是要投我 就是把花蓮獻民給看扁了啦 我真的覺得花蓮獻民 這口氣 當全縣大家都在防災當中 當昨天晚上金若寒殘 在那裡結果你們的立委 竟然敢說立委堅守中央 我真的覺得 他說為了兩岸和平而努力 這個時候還有什麼事情 是比花蓮的富 這個搶救花蓮的這個震災 是更重要的 跟兩岸關係有什麼關係 所以我真的 有啊 他有說啊 我要為兩岸和平而努力啊 我要為農漁產品打通中國而努力啊 我要為觀光而努力啊 這是責而無旁貸的公務行程啊 對啊 他他他還 什麼什麼立委現在去什麼 為台灣WHA去歐洲 這是公務行程 對 立委去日本 這是公務行程 立委去越南看台商 這是公務行程 所以我也是公務行程 對 問題是 王定宇 對 他去了越南 可是 台南沒有地震啊 是 台南現在沒有事情啊 他真的很敢 他還敢去砍花 拿這個來講 那你覺得他是因為很敢 還是中國那邊的行程已經安排好了 對 他是不敢 是不敢還是很敢 他是很敢去丟包花蓮憲民 還是不敢去拒絕北京的官員 他對花蓮憲民很敢 對 他對習近平一點都不敢 所以這個時候要趕快過去嘛 是 但是我覺得國民黨還是有人是有判斷能力的 你說葉原資嗎 對 算他是一種 本來是二十個人的精英團 對 我們是國民黨的精英團 後來變成七八人的精製團 精製團 會不會後天生下兩個人 變成精華團 精華團 精華團 精華 你說跟滴雞雞一樣 對 對 一隻煮一隻煮一隻煮 再一點點變精華團 變濃稠型的 精華 不斷的加熱 濃稠型 國民黨的精華都是這兩個人 所以我真的覺得 連國民黨的立委 都很有自知之明 而且他們的災 他們的水區 對不對 也沒有災情 可是你花蓮就是重中之重的災區 是 你還是成為國民黨的精華 好 那我就送你 我們就不送了 你就直接去吧 看法跟大家有點出入 是 傅昆奇為什麼必須去中國 我告訴大家 跟拜習會 跟中美防長會談都有關係 哎呦 中國扛不住了 中國扛不住這種經濟上 還有軍事上的圍堵 他必須要釋放出一點 善意 善意 可是這個善意 他不希望釋放在賴清德上任的時候 他一定要找一個藉口 一定要找一個藉口 台灣 在傅昆奇的帶領之下 最大黨派過來了 不管是精英 兩黨總召 總召 他代表兩個黨 不管是精英還是精華 對 至少他去了 然後 隨後 中國一定會開放一系列的 不管是農漁業 還有觀光 但是放心 應該不會優先去花蓮 因為中國人 什麼都要 就是要命 對 他絕對很怕 另外我講說 原資其實很厲害 他不是精華還不是精英 他已經修煉成精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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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